這個當然兩種可能都有 一個是路線不一樣 第二個是分工不同 當然這兩者又可以是辯政的統一 我們慢慢講得清楚了 因為他們隱身了兩個多禮拜 去開了北戴河會 這個幾乎全世界都知道 那現成出來做第一個動作 大家當然非常關切 大家就會用表面的動作 去推測原來在北戴河會議幹了什麼 大家會想這些事情 有的時候拿出來這個動作 或許有意義或許沒有意義 或許有一點意義但沒有那麼大意義 現在我們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這個中共封閉消息太厲害 所以我們傾向於過度解讀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避免過度解讀 我們要怎麼樣避免過度解讀呢 先把這個北戴河會議 把他們兩個的現身擺進北戴河會議裡面 再把北戴河會議擺到現在中共的處境裡面看 這樣會比較完整 好 那麼也就是說 北戴河會議是在一個大的背景上面召開的 這個大的背景是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這段時間以來一直跟大家提的 中共這幾年來內外的挑戰呢越來越大 這我們都講過了 不過我們很快再數一遍 外部的挑戰呢 有美中的貿易戰 有美中關係的惡化 然後有船舶肺炎引發的這個國際的這個仇恨 然後有南海問題 釣魚台問題 海警法問題 香港問題 新疆問題 人權問題 中歐關係 中日關係 跟台海問題 就是中共碰到的外部的挑戰 那內部挑戰呢我們也數過了 經濟的萎縮 然後外貿的下滑 財政的困難 失業的嚴重 兩年的水災 然後武漢肺炎的這個打擊 再將它清零封控 對於社會跟對於經濟的打擊 我們很快就看到村鎮銀行爆雷 然後看到老百姓的巨角房貸風波 我們看到房地產逐步的下滑 這大概是內部幾個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任何人在這個情況下面 你說你要當政 你碰到的外部跟內部挑戰 都非常巨大的 但這些外部跟內部挑戰 我們得提醒大家 很多是他自己造成的 因為他相信共產主義 他一定要這樣幹 你這樣幹下去的時候 你跟國際社會 然後跟內部的老百姓的民青士氣 都發生想抵觸的時候 矛盾自然產生 所以你不能怪人家 這是你自己共產主義的思想 造成的結果 好 那現在在這個內外交困情況下 他們必須要開二十大 然後必須要開六中全會 然後現在要先開個北戴河會議 如果有一個所謂 叫做北戴河會議的會的話 其實是一個大家碰頭會 那麼就在這個北戴河 這麼一個休假期間 他們當然會多次碰面 然後也會開一些非正式的會 在這些會議或碰面當中 習近平只有一個想法 統一大家的看法 因為中共最怕就是說 大家想法不一樣 各追各的調 然後各走各走各的路 那是不行的 我一定要統一起來 那就是你們怎麼統一呢 接受我的看法 接受我習近平的看法 就要統一 不然不叫做這個黨的領導嘛 他們很在意這件事情啊 所以統一看法就是 大家來接受我習近平的看法 就要統一看法 那麼他同時就大家會有些質疑的聲望 你說就按照我的看法 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他難免會說一句說來 甚至講得很激烈 所以他必須要面對這些挑戰 那這些挑戰呢 不是今天才出來 也不是北戴會上才出來 這些挑戰這幾年來 我們陸陸續續聽到啊 我們快幫大家數一下 最近大家反對最激烈的是清明風控嘛 大家都知道了嘛 老百姓叫得不得了嘛 再一個呢 國進民退嘛 民營企業活不下去了嘛 再一個是戰狼外交 這都是內部的挑戰了 我不是說外部啊 戰狼外交 大家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搞外交 你這樣搞外交不是得罪大家 我們沒有朋友了 我們出去很困難啊 你不應該這樣搞啊 再一個是對抗美國 然後對抗日本 得罪歐洲 恐嚇台灣 我再說一次 這不是國際社會上對他的質疑 是國內或黨內 對習近平政策的質疑 說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或這些事情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面 我們剛剛講了 習近平要統一思想 統一看法 怎麼統一呢 接受我的看法 不管你們剛剛這問題怎麼想的 接受我的看法 以我的看法為看法 這是習近平的習慣 或者中共的習慣 所以大家傾向於解讀 他們出來說了不同的話 去了不同的地方 那反過來說 如果兩個都去同樣地方 講同樣的話 各位有什麼感想 不太可能 所以一部分是分工 這絕對是 但是有沒有不同的政策取向 絕對有 因為雙方的分工不一樣 它就有基本 至少有一點點的本位主義 但是有一點他們跑不掉的 中國今天的經濟非常糟糕 這點他們是跑不掉的 我們隨便舉幾個數字 標普在警告 說到了今年年底 有20%的開發商 有破產的風險 現在已經很多了 30%的地方政府 今年年底會陷入很大的財政困難 然後房地產的危機 還在發酵當中 恒大的碧桂園 原來在一路屬下 大家都看到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 河南村鎮銀行 不是說出了很多問題嗎 爆出了400億或多少億嗎 官方說 為了這個 我們墊付了180億 那錢怎麼來的 他沒有講 但他墊付了 相不相信 那隨便你 好 那麼 謝金河先生說 他看見中共現在面臨 四大經濟跟財政問題 第一 財政壓力加重 我們剛說了 第二 資金外逃 這是我們過去幾年來講的 第三 供應鏈的移轉 第四 如果這些都加起來的話 那中國大陸高速成長的 黃金歲月已經過去了 這些都印證了 我們這段時間的看法 好 那麼李克強 這是在這個深圳 他開了跟幾個省的 這個遠距的 這些什麼財政會議等等 他特別要求 沿海的六個省呢 要加快你們的財政上角 特別點名了四個省 廣東 江蘇 浙江 跟山東 你們這四個大省要把這個挑起來 要完成財政上角 所以他在說什麼呢 他在說 我們的財政出現很大困難 翻成白話就是我們缺錢了 好 那你剛剛講習近平在北方 他講什麼呢 他看了遼省戰役紀念館什麼 然後他講我們要共同富裕 大家回想什麼叫共同富裕 你們這些人錢太多 他們錢太少 你把錢拿出來 大家以為是劫富祭貧 不是 我跟大家講了 他可能劫富 但不一定祭貧 錢會從那邊拿出來 但不一定會給窮人 說穿的就是 他們真的缺錢了 那習近平在 聊整戰役紀念館講的 我們看打仗 其實告訴大家 我們可能會打仗 那至於跟誰打 所以我把他這個背景加起來 然後把這段時間 他們碰到的問題再整理出來 再對照他們現在講的話 我們現在確定一件事情 今年的六中全會 跟年底的二十大呢 開的過程會非常困難 因為有太多太多問題 你說我要統一思想 是不是真的統一成功 那還未必 所以現在離年底還有幾個月 我們再看看就知道了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呢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呢 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優質的節目